一直以來 中高齡就業都是勞動部十分關注 還有努力的課題 談起中高齡就業 勞動部長許明春大力支持 因為台灣面臨人口老化 新增與就業環境多重影響 連續九個月直缺數破百萬 無人可用 缺工問題儼然成為常態 為此勞動部舉辦比賽 鼓勵事業單位創造更友善的職場環境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棄聚下手 恭喜這是我們的獲獎團隊 節省魔杖 我們的清潔人員在刮地板的時候 彎腰姿勢非常低 甚至要蹲到真的是整個跪下來 再清潔 那我們感受到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運用了伸縮感的部分 讓它可以伸縮自如 同時它可以符合人體工學 原本要拿好幾支掃具 現在只要替換刷頭 就可以有不同功能 減進中高齡員工負擔 降低職業傷害 期盼壯士帶能穩定台灣勞動市場 不過勞力需求相對較大的履宿業 期望開放移工 對此勞動部也有最新回應 觀光所這邊所提出來 針對外界的疑慮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專案沒有成效不佳 還有這個心理條件不足 比如說這個挑工而不是缺工 另外就是這個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中高齡員工 二度就業婦女的就業 這幾個疑慮並沒有完全地去釐清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在這個月 邀請我們的專家委員來協助 也會邀請相關的部會來做討論 無論如何我的認為是認為說 我們必須以本國勞工為優先 畢竟一旦開放移工 可能也會有其他服務業更進 勢必衝擊台灣勞工 原本推行的中高齡就業也會示威 到底該如何留住人才 指出台灣缺工浪潮 是政府目前面臨的兩難課題 人間衛視視庭一良喊謠 台北財網報導 雙方 Birth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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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트�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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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